成龍陷入炸鑽門,網民罵他是無恥騙子 成龍大哥又有新搞作,他被內地傳媒踢爆 去年四川大地震一週年去考察時 曾答應將他的大兵小將部分票房捐出 用來重建地震時過千屍生失蹤死亡的北村中學 當時文匯報也有報道,結果套戲今年二月首映 在內地大收1億5300萬人仔 到現在開學了,投資2億的北村中學 新校四都落成啟用,但捐款名單上就沒有成龍的大名 有記者打過給校長,確認成龍的確答應了會捐錢 但從未收過這筆錢 成龍集團回應說,套戲未分完紅,捐款才未落實 說傳媒未求證就惡意報道是不負責任 不過監製就爆料說,成龍自從爆出撐菲律賓的言論之後 手機已經停用 內地網民大罵她是無恥騙子 有人還囂張她,把錢拿去援建菲律賓中學 不過成龍這次不是第一個了 張子儀之前一樣試過說捐又沒有捐 在那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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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